第238集 下了山到小刘庄也就五六里地 就算土路不是太好走 速度很慢 也用了不到一个时辰就进了庄子 之前已经派人过来通知了 所以呢庄头留个帽带着儿子 早早就等着庄子门口 一见马车过来 急忙迎了上来 今儿可是主子一家第一次集体过来 自然是要重视的 昨天就打扫过了 我今儿又打扫一遍 生了好几遍的祸了 留个帽看着杨若新下了车 急忙过来汇报 这被褥呀也都晒过了 辛苦了 杨若新笑了笑 这些都是我的家人 你认识认识 刘根茂就跟儿子给大家都行了礼 因为正是农闲的时候 知道主家来了 村里的人也都围了过来 杨若新就拿了糖果给几个小的 让他们去跟村里的孩子们玩 刘根茂的媳妇带着两个儿媳妇 已经开始在厨房里忙活起来了 哼 现在呀 地里没什么菜 就是萝卜 白菜 不过前年他爹和富贵 在那面山坡上打了两只兔子 没舍得吃 今儿呀 我就用萝卜炖兔子 根茂媳妇一看就是个能干的 白菜再炖个五花肉 还有我自家做的豆腐 不错不错 杨若新笑了笑 你还会做豆腐 不瞒大小姐 我那大媳妇家以前 就是做豆腐的 这是后来遭了难 不过呀 这手艺倒是继承下来了 姚若新的眼睛顿时一亮 豆腐 这可是好东西呀 这个生意必须做 不过 暂时不着急 等辣椒有了再说 午饭很朴实 一大盆的萝卜炖兔子 一大盆的白菜炖五花肉 还有一大盆的红烧豆腐 然后就是杂货面的馒头 大家都吃了个肚子滚圆 下午的时候 早就跟村里的小孩子 熟悉起来的几个小的 又出去疯玩了 杨若新叫了刘根茂过来 将四个辣椒交给了他们 你们想办法御一下苗 只要能种出来 我种种有赏 刘根茂小心翼翼地 接过那四个小辣椒 大小姐放心 咱们一定好好干 争取早日出苗 嗯 杨若新点了点头 哦 对了 开车之后 你就组织人 在这山坡上建粮仓 所有的粮食都不卖了 全部储存起来 周围村子的人 如果有卖粮食的 也尽可能地多收购进来 让大家留够种子 和自己吃的粮食 其余的 我全部按市价收购 刘根茂一愣 随即就点头应下了 那大小姐 开车咱们 还是照着往年的样子 种地吗 哦 我看过这边的土质 除了靠近山脚下的那一些 适合种植小麦之外 这边属于沙地 所以来年 我是这么安排的 改种大豆和地瓜 另外 还有开辟出一片药田 种植药材 不用担心不会 到时候我会安排人 过来教你们 可是 这个药材 要怎么交租啊 这个庄子上的电笼 一直都是交四成 自家留六成 可是药材 怎么算呢 药材呢 会折算成银子 杨儿欣笑了笑 放心吧 我会亏了乡亲们的 只是下一步 需要你来统计一下 谁愿意学着种药材 谁愿意继续种地 刘根茂是个聪明人 虽然有些担心 却并没有反对 因为他看得出来 这个东家 不是个苛刻的 既然他说了 那就干吧 总不会饿着大家的 正事交代完 然后就是休闲了 顾炎带着二妞 陪着一群小豆丁 满庄子的撒话 冯氏和董文秀 则跟根茂媳妇等一些妇人聊天 还各处溜达着 看看谁家的鸡养得好 谁家的鸭子下得淡大 杨儿欣和顾兴衡 则在庄子里溜达悬址 我想建个大型的粮仓 虽然他有空间 但是为了遮人耳目 他还是要修建粮仓的 然后 我想囤积粮食 顾青行自然知道 他为什么要囤积粮食 微微的有点动容 那要辛苦星儿了 辛苦谈不上 你如果真的去战场 我总颇愿意 将你的安危交给别人 都说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可是朝廷水深的狠 万一到时候 水使个坏 那倒霉的 就是拼命的将士们 星儿 你总能将所有的事情 想到前面 有其如此 夫妇何求啊 就在此时 忽然有刀剑碰撞的声音传来 两人对视眼 朝着旁边的山坡下面 急速地奔了过去 就在那山坡的后面 原本是一片逛木林 没什么人会去 穿过逛木林下面 就是一条河 刚才他们就是听见了这边 传来了刀剑 相撞的声音 还有淡淡的血腥气 果然 当两个人 越过山坡之后 就发现河边 真的有几个人在打斗 确切地说是 七八个黑衣人 在打两个人 那两个人 基本已经看不清 身上衣裳的颜色 都被鲜血染红了 却还在拼命地抵抗 打着打着 其中一个人 又被砍了一刀 另外一个 急忙辅助了他 姚儿欣看了眼周围 他们晚饭吃得早 此时已经是夜色朦胧 好在月色不错 两个人夜视能力也不弱 所以 看得倒是清楚 那些黑衣人是死士 顾青衡的脸色 有些凝重 得管个闲事了 姚儿欣皱了一下眉头 拍了一下手腕上的 小绿和小银 看你们俩的了 小绿嗖的就窜了出去 小银紧紧地跟着 完全是一副 呼唱呼随的状态 那些黑衣人 万万没想到 从南到北 追了大半个月 眼看就要成功了 却忽然丢了性命 看着原本 还在步步紧逼的黑衣人 忽然莫名其妙地 扑通扑通地倒下毙命了 那被追杀的二人也懵了 站在那里惊恐地看着四周 这才发现 在那尸体上竟然盘着两条蛇 此时 正冲着他们吐着杏子 不由地咽了口唾沫 这是什么情况 辛苦了 此时 姚儿欣走了过来 冲着小绿小银 说了一声 小绿小银 就嗖地盘回了她的手腕 那两个人这才反应过来 确实被人给救了 那个伤势轻点地点了点头 多谢两位出手 在下 举手之劳 你们走吧 姚如新摆了摆手 话音刚落 两个人就摔倒在地上 年轻的那个 起猫爬起来 爹 我不行了 我儿 你要 记住家训 守住 守住 老头话还没说完 脑袋一歪 没了气息 爹 爹 爹 少年抱着老人的尸体 泪如雨下 杨如新过去 搭了一下脉搏 然后摇了摇头 气爱顺变 年轻人看了一眼 杨如新 刚想说什么 却忽然晃了一下 虽然他极力想要清醒过来 却还是一头栽倒在地 杨如新叹了口气 唉 看来 不想管 也得管了 过经行点点头 伸手去提那年轻人 刚触到对方的胸口 起码松开了手 女的 杨如新皱眉 看了眼他的耳朵 竟然没有耳动 也只得伸手摸了一下 对方的胸 果然是个女人 不由地笑了一下 哼 这个时代 流行女扮男装呀 古青行一脸的厌恶 转身去了河边 好一顿的喜 觉得不恶心了 这才回来 好了 我又没怪你 你也不是故意的 干嘛自己不高兴啊 杨如新急冒伸手 拉起顾清衡的手 使劲地搓了搓 好了 全是我的气息了 没事了吧 顾清衡 这才缓和了脸色 不过 却不让杨如新背人 而是叫来了影位 杜鹃醒来的时候 发现外面的天色 已经亮了 自己竟然躺在炕上 外衣被脱去 伤口也被处理过了 其冒一个机灵坐了起来 摸了一下自己的胸口和后背 没有被动过 这才松了一口气 你醒了 此时 小云走了进来 饿了吧 吃点东西吧 你 请问 这是哪里 杜鹃警惕地看着小云 哦 这里是小刘庄 昨晚 是我家小姐和姑爷救了你 小云将碗放下 我喂你 还是自己吃 杜鹃看脸那碗粥 伸手端了起来 不过因为扯动了伤口 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却没有放下 自己咬牙几口就吞了下去 这才感觉 整个人似乎舒服了许多 你继续休息吧 一会儿 我给你送药 小云笑了笑 端了空碗叫走 姑娘 杜鹃急忙叫住了小云 替我谢谢你家小姐 我 我还有事 就不打扰了 说着 叫下炕 可是浑身的伤太多了 痛得她顿时 汗如雨下 我说你这人 真是没劲 小云有点不高兴了 我家小姐好心救了你 你好歹 也得当面跟她道谢一下吧 你醒了就要走 你可真是的 你知道 我家小姐的药多金贵吗 你现在下地 那些好药都浪费了 杜鹃被说的 有些不好意思 可是 她真的不敢多呆呀 她不能让那些人再找到 可是现在这样的情景 她好像根本就走不了 出去了 也是自身难保 不由得善善一笑 姑娘教训的事 是在下不知道好歹了 小云笑了笑 一个小姑娘装男人 也真难为她了 那你好好休息吧 午饭的时候 我给你送过来 杨如新原本是决定 早饭后就返回的 可是因为救回来一个人 所以就决定下午再动身 那些小的倒是很高兴 村子里有好多小孩子 昨天一下午已经熟悉了 正难舍难分呢 此时又可以玩一上午 大家都很高兴 杨如新过来的时候 杜鹃刚吃过药 她开始以为是汤药 却没想到 小云给自己送来的竟然是药丸 而且入口即化 吃下去没多久 就感觉伤口 好像不怎么痛了 恢复得不错 杨如新扫了眼杜鹃 明天就可以下地了 可是 想恢复正常 还得须各把月的 谢谢小姐救命之恩 杜鹃认出来杨如新 不由地扫了眼她的手腕 昨晚 那两条蛇好像 就是盘在她的手腕上 你在找他们吗 杨如新笑了一下 伸手将小绿和小银 露了出来 小绿就冲着杜鹃 吐了吐杏子 蛇不冬眠吗 杜鹃觉得太神奇了 冬眠的 但是 他们夫妻俩不需要 昨天就是他们救了你 要谢 你就谢他们吧 杜鹃张张嘴 却无法对两条蛇 说谢谢 杨如新也不勉强 将小绿小银收了起来 一会儿 我们要回去了 这是我的庄子 姑娘可以在这里 休息两天再走 我会交代根茂叔 照顾你的 杜鹃想要说点什么 可是杨如新 却已经转身了 她最后只能闭了嘴 哦 对了 走到门口的杨如新 又停住了 回头看脸杜鹃 你爹就埋在后面的山坡上 那里是周围村民的墓地 因为不知道你们怎么称呼 所以暂时没有绿石碑 等你好了 你是想给你爹签坟还是如何 你都可以跟根茂叔说 她是这里的庄头 会帮你办妥的 杜鹃看着面前这个女人 这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漂亮的女人很多 她见过也很多 可是 气质这种东西 却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的 这个女人身上 有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气质 而且 还有种让人莫名的 她从这个女人身上 看到了一种莫名的安心 只是 没等她想明白 杨如新就已经离开了 补饭之后 众人不再停留 收拾东西 离开了庄子 回了家 下车的时候 杜云鹏迎了出来 有什么事吗 杨如新对这个人 还是很满意的 别看年轻 可是做事挺踏实的 上午的时候 董家送来消息 董老爷带着全家 已经回去了 过段时间才回来 杜云鹏一边叫人 将车上的东西搬下去 一边跟杨如新汇报 啊 还有就是 吕大叔昨天下午过来一趟 说是地儿都谈好了 就当你过去决定 杨如新点了点头 杨百月 也跟着走了 他身上的毒 可没解干净呢 确实不准备解了 不过 就算他不走 杨如新也不打 打算续续给他医治了 死活他也不管了 董文秀不由地张了张嘴 娘 那就是回去 跟外公说这个事去了 估计很快 就会过来接你过去的 杨如新笑了笑 到时候 你就是正经的 董家的 董家大小姐了 其实,不论你叫徐慧也好,叫董文秀也罢,你都是我们的娘。 说实话,现在你闺女最不缺的就是银子,总该回去给外公磕个头,给外婆上个坟。 再说了,我们还没去过江南呢,到时候说不定跟着你沾光,去江南有味一番。 董文秀的身体一僵,这还是大闺女第一次跟她这么亲密,不过很快就放松下来,伸手拍了拍杨如新的手。 这是自己怀胎十月的闺女啊,怎么能不亲呢,不由的点了点头。 嗯,都听你的。 旁边,二妮扯了一下三妮,朝着杨如新的方向,挪了挪嘴。 你有没有发现,咱娘变了好多,跟大姐也亲密了呢。 娘经历那么多,如果还淋不清,那不是傻子吗? 三妮撇了撇嘴。 有你这么说自己娘的吗? 二妮忍不住戳了一下三妮的脑袋。 你欠打呀。 我又没说错。 三妮摸摸脑袋,做了个鬼脸,招呼几个小的,跑进了院子。 此时,顾清衡走了过来,董文秀笑了一下。 哼,你们说话,我先进去了。 跟闺女亲密的感觉可真不错。 是不是有事儿? 杨如新看向顾清衡,就在刚才,顾言一出来,就递了一张纸条给他的。 应该是有人来报信了。 我要离开几天。 顾清衡看着杨如新。 杨如新皱起了眉头。 三天,最多三天,我就回来了。 顾清衡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要几天不见,就感觉浑身的不自在。 此时,他就那么看着自己,顾清衡竟然觉得莫名的心虚。 可是有些事儿,他必须要去做。 今非昔比,他不能像以前那样颓废了。 本集播送完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蜡席山里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